維于拉斯維加斯市內的慈善寺 近日舉行了2021年 歡慶聖誕佳節年終感恩餐會 當晚嘉賓混集同慶 出席的嘉賓多達130多人 維于拉斯維加斯的佛教寺廟慈善寺 於2019年成立 僅遵順當今世界佛教教皇帝三世 多結疆佛 藍無色家無離佛的教法 慈善寺在世界佛教總部副主席 昔正達教津的帶領下 本住慈善離他之心 主動參與社區活動 邀請當地居民、不同宗教、種族人士 參加年終感恩餐會 一同慶祝聖誕佳節 昔正達教章在晚會中致詞時表示 慈善寺祈禱諸佛菩薩 護有美國、國泰文安 祈禱世界各國、都國強民富 瘟疫遠離、勉難除災 在這個疫情當中都不能外出 算是一個陰霾吧 到現在快進入2022年 這樣的一個新的一年 我們希望說這個疫情早一點遠離 也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們世界各國的人民 尤其我們美國人民 我們中國人民 整個都繁榮昌盛 各行各業 都欣欣向榮 一切吉祥美滿 匯中護法公德會會長 阿南邀寶迪表示 慈禱祈屬於佛教的寺廟 但卻不限於宗教的聖質 特別邀請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鄰居 及當地居民參加 融入當地的社區 慈禅祈的出家增重 和義工都非常親切 令他覺得像一家人 他希望周遭的朋友 一起到慈禅祈學習 拉斯維加斯 新聞網社長胡治歐則表示 從慈禅祈的慈禅兩字 可以理解到 詩與仇的關係 對於慈禅祈 可以在拉斯維加斯落地生根 為大眾心靈提供精神遺跡 為社會上和發揮穩定作用 表示由衷的敬意 慈禅祈的出家增重及常住居士 在適正達教津的帶領下 透過錦音晚會關心當地的居民 慈禅祈準備了豐富素菜及精美的小禮物 並安排點燈祈福活動 讓參與的賓客在充滿感激及呼籠中度過 慈禅祈都表示今後會持續舉辦更多慈禅的公益活動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